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港人港市的時候 星期五的港人港市,大家知道是很精彩的 我們會說一些平常不會說的事情 今天有幾宗要跟大家聊一聊 Sky就請假,因為他回到內地 我和A君就兩個人搶相網,大家也知道 第一宗,這宗新聞我覺得很棒,需要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看到姚中姚華獲批天水為土地 扮內地課程的私校 有900個中小學的學額 這個是香港首次 教育網絡集團獲因選為最合適的申請團體 這個情況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間是非牟利的私立小學 和內地的做法一樣 私立中小學 和內地的做法一樣 因為內地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要讀書的時候 其實都是非牟利的 沒得選擇 私立學下水也收貴一點 都是非牟利的 OK,A君怎麼看呢? 其實這件事主要是針對在大灣區裡面的人才互動計劃 以及給內地的家庭 可以帶小朋友來重住的時候 可以接受內地課程的教育 當然本地人如果是鄉島裡面的人想報還 也可以的 最初打算給到900個學位 最初是主要取錄是非本地新的 不過如果是本地新的話 雖然不是主要 不過都可以次要進去 整個過程來說 就做很多事 申請了很多份標書 現在 原來鄉島有50間的國際學校提供不同的非本地課程 這就是其中一個 不過這間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教授內地的課程 這也是搶人才計劃之一 當然了 大家都知道 除了搶外國人才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就是內地的精英下來 內地的精英下來 有些可能是長住 也有些可能是想做幾年 都保留了權利回到內地 但是這些成功人士很多時候都一家大勢下來 提供的計劃真的可以說 無後顧之憂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內地的朋友來到香港工作 其他小朋友怎麼辦 都要跟來的 但是的時候 如果要上學 你除了香港的一些國際學校可以選擇 或者本地的學校可以選擇 但是似乎還沒有 有關內地課程的學校可以選擇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之好 因為在內地課程 你也可以跟內地的大學銜接 因為他們除了聯考之外 還有高考 我就不知道來到香港的一班同學 應該是讀高考 還是讀聯考 這一方面 我其實就要了解一下 現在這一家學校最快在什麼時候開始營運 就是在2026年和27學年開始營運 現在有關團體就會最終提供 12年的小學中學的班級內地課程 最主要是錄取非本地的學生 不禁令我想起藍沙的民心學校 都是一樣的 很受香港人歡迎 收到爆了 在現在這個情況 大家通過關了 有很多學生都會選擇回內地讀書 現在內地的學生又來到香港讀書 這個交流真的非常之正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香港有超過50間的國際學校 提供不同的非本地課程 給因為工作或者投資 來到香港的居住人士的子女 可以在香港繼續讀書 而且回原居地之後 可以在當地學校繼續升學 因為完全限制 你這個完全限制 有沒有好處呢 當然是有莫大的好處 因為對於吸引和挽留外地的人才 和外來的投資發揮的作用 真的非常之巨大 我們看到現在 香港最多的專才來到香港 當然是我們內地的同胞 這一點我們當然非常之歡迎 香港人去大灣區 其實都是這樣說 我們都是大灣區的一家人 沒錯沒錯 無論是香港或者是內地 當然是互通有沒有 互相方便便便最好了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喂 灣區是不同的 其實我們都是灣區的人 我們應該叫做大灣區人 就是這麼簡單 A軍先告訴你 除此之外 A軍都認為 除了是搶人才之外 也要承認一點 其實內地的教育 尤其是中小學的基本教育 是真的技術性激到全世界很多地方 A軍又要說回Pizza的排名 Pizza的排名很具權威性 看看中小學生 Pizza排名中央長期居於最高位置 例如2018年排到第一名 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三名 澳門第四名是香島 然後Pizza的西人地方 至於老美 十名都進不了 還有技術性激到怎樣 在數學和科學中央都排到全世界最高 當然除了說在數理那方面 閱讀能力那方面之外 其實更加重要是什麼 不會讓他教壞你的小孩 一個麻煩 那些教師又滲這樣又滲那樣 又或者應該教的不教 A軍又要順道說 現在香島高中都不用主要讀中國歷史 老實說A軍年輕人的時候 都是沒有主修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去到中三 不過你如果問回我的話 我都很認為 歸就不用給了 不過入大學麻煩考上合格先 還有好像錢穆所說 要著重搞國民教育 始終一定要學歷史 尤其是本國人 就一定要學本國的歷史 至於有些教師就有提到 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比較有趣的方法 一個星期一堂 這樣講歷史人物不用限性的 A軍聽完之後 蛤?那你不就是給個位子 去給那些教師又在那裡亂說話 不行 一定要有文字 A軍又是說那句 是要做到合格就可以了 高分與不高分是第二回事 但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個基本形式 阿瑞又怎樣看? 這一點真的要研究一下 我不敢表明我自己的觀感 因為我要看定些 做一下research 看看學校的情況 因為大家知道我跟學校的關係 都算好的 和某些學校 其實大家彼此都會對這個歷史科 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了解實際情況之後 才提出一個建議 因為現在老師的課時 就應該不夠 但是 但是 我是很贊成有歷史科的 尤其是對於歷史的知識 一定要掌握 至於是必修科 還是大學入學士 一定要有歷史這個科目 以及是否拿合格 先研究一下 遲下就會和大家 再討論一下這個相關的議題 A君 總之大家的共識 都有這一科 至於如何入法 我也覺得可以相討 沒錯 這個絕對是 因為蔡若年說 有自己不同的意見 今天的立法會 即是我們在錄播的時候 可以看到立法會議員 也就這個問題去討論 我們都很想 即是將人討論 但是的時候 慢慢來 不要急 但是最緊要快 是不是 A君 沒錯 沒錯 作出 平衡到各方利益的討論 這個絕對需要 因為 你要改一個課程 或者進入一個課程 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看到現在 公民及社會科 裡面 竟然有提到 我們習大大的 言論 這一點 我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個是必須要的 作為中國人 你怎麼可能 不知道自己國家領導人 究竟說些什麼 這個考題是必須的 是不是 A君 甚至乎 你不要說 我不是很理會政治 其實你不理會政治 你也要你賺錢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央 不是西人那些 我們是有中長短線的計劃 以我們長線的計劃 可能不僅是你這一代 現在讀中學的中學生的下一代 即是幾十年後 都可以是有關的 例如一帶一路就是 至於西人那些 我A君經常說 去年 登神 那三個B1 W 現在 沒有影 所以 你如果在其他國家 尤其是老美那些 你不用讀政府的政策 大家五時花六時變 我們中央長期的政策 說了要做 是一定會做 這個是關你未來之後幾十年的事 絕對是 一定需要 因為如果你要在政府裏面工作 我們就覺得是必須要 必須要 學好中國歷史 還有你在政府部門裏面工作人 更加是要愛港愛國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有關公民、經濟及社會科 裏面提到 有延伸閱讀的工作址 以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2022年的七一講話 為題材 要求學生 踏出何謂 四個必須 和四點希望 以短答、配對、填充等題型 歸納他在講話中 對一國兩制的發展 提高特區政府 治理水平等等內容 這一定是必須的 如果歷史科可以加上去 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是必須的 好過之前的通識科 搞到大家都不知道學什麼 好像越學 越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只知道自己是香港人 甚至覺得 英國那邊 老英那邊 是我們的所謂中主角 當然這一個絕對不承認 其實香港真的有時間搞的 絕對是 這些對歷史誤解 又或者是殖民時代 特意說什麼的 這些在A軍眼中 簡直是Bugs 這些Bugs 當然要Debug 不過A軍看見 如果是教師 有時候讀書的時候 都是被人下Bugs的年代 不知道他們有心還是無意 其實有時候教師自己也要 更新資料 兩樣都要 更新 更新 這是絕對需要 接下來我們會說一件很大的事 這件事 其實我也有疑問 就是有關區議會的 根據《文匯報》的資料顯示 其實在之前 沒有多久的時間 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 常務副組長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主任在深圳裡 會見了香港的社會人士 了解香港最新的發展形勢 而且聽取特區政府 有關近期施政 以及開展區議會等地方行政 檢討情況的匯報 為大家知道 區議會選舉很快就到了 這件事其實對大家都很重要 那怎樣玩法呢 愛國者治港是一定要需要的 但是區議會 是不是一個政治的議題呢 我想立法會裡面 就有關立法和政治的 但是區議會 還是歸回去 民生好些 是不是 A君 沒錯 因為其實區議會最初的誕生 都是做一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所作的是諮詢和服務這幾個功能 這個大家回覆下去 原來有根有據 是《基本法》97條這樣寫的 我們就這樣說 鄉島特區政府 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 或負責提供文化看落衛生環境衛生等服務 所以其實整個區議會 非常建立 以至在《基本法》上 都定名了 非政治性的區域組織 以及負責諮詢和服務的功能 但是最近 真的是最近的事 就是 從2014年開始 玩變質 當然了 那時候 什麼情況 什麼環境 大家都知道 有什麼變質 首先 就是由大曉 所提出的 垃圾計劃 風雲計劃 要搞什麼 這個就真的 要提一提 佔中開始之後 搞風雲計劃 要搞三部 哪三部 第一部 就是2019年區議會勝出 真的 給他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A軍到現在都深信 我深信 那次的獲勝 是跟之前的一宗 選民的資料失涉案 我到現在都認為有莫大關係 我不是說有關人士出述 我是認為有關 因為太多巧合了 好了 不繼續說這個題目 說第二部 大曉想做什麼 19年的區議會 就用他們的方法獲勝 當然了 包括了 恐嚇 傷人 和破壞等等的活動 這些A軍又不再詳細說 是的 我是說什麼時候都不詳細說 你吹呀 好了 第二部是什麼 就想再做剛才的恐嚇破壞等等 以致 企圖去謀殺的方法 這樣就獲得這個立法會 本數以上的議席 就是經常所說的 這個35家 第三部就是要搞 在這個選委會成員那裡搞定 那為什麼會搞到選委會 因為就是這個區議會 原本是做這個非政治性的組織 就變了做多一些席位出來 可以影響到選擇特首 所以就有這樣的事情出來 現在回歸基本部 其實都是一個 符合現在的政治現實 的一個做法 對不對 阿Sir 絕對同意 A軍你說話要小聲一點 因為你的麥克風真的很慘 不好意思 溫柔一點就可以了 因為你越近的時候 你就可能越爆麥克風 好啦 那我也跟大家說回 其實在封雲計劃之後 我們看到很多的情況 是令到區議會整個功能 嚴重的錯位 那麼這個漏洞 這個裂縫真的要改革 那麼基層的事務當然要長治久安 我也認識不少的朋友 是在做這個社會和基層的工作 那麼有關的社工 其實也有正常的社工 我最近認識了一位正常的社工 非常之開心 那麼還有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要行政主導 是不是三權分立 其實不是的 而是三權分治 什麼叫三權分治 就是行政主導 司法獨立 行政長官就代表特別行政區 向中央總負責 這個政治體制是非常之重要的 還有我們看到 有關特區的架構 是要更加科學 而且特區政府的架構 是根據不同的職能去設計的 譬如好像負責教育的教育局 負責創新的 就是創新科技和工業局 是成員一個條線狀 那什麼叫條線狀呢 就是一條一條線 我們很清楚的 那麼政府 政府就怎樣聯通18個區 需要一個連接器 那麼區議會作為一個 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是接受特區政府的諮詢 為社區居民提供 很清楚 是文化看落 環境衛生等服務 不是為政治服務 這些就可以發揮連接器的作用 還有我們也看到關愛隊 這個職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關愛隊 就應該和區議會 互相配合 一定可以為市民 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 這個可以說是非常明確 那麼其實 區議會是需要改革的 而且一定要體現整個基本法的本意 如果不是 喂 又被黃人 或者黃陣營那裏在那裏 搞搞搞 千萬不要玩 那麼我們看到 在35 加這個初選案裏面 是看到很多人利用區議會 或者是所謂的超級區議員 這些情況去搞政府 那麼這個政治的勢力 其實令到大家覺得非常之無奈 尤其是這麼多區議員 有沒有做到事情 玩政治就好 真的是不是服務香港市民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了 那麼所以 在有一篇文章裏面說 區議會的改革 就是自在政本清源 這個也是我和鳳Sir做的節目 政府清源 回歸他法定的職能 真正體現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就不是述弱 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 其實這個是服務社會 對不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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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這個區議會做的事情 之前 廣動明是提供服務和諮詢的 一個麻煩 因為討論了不知道什麼之後 就變成了 這次區議會可以左右特首選舉 變成了很多事情搞出來 那麼現在呢 回歸本位 那麼好像你所說 偵察來說 有多少可以落地呢 那麼其實呢 都需要去中間 有些協調的 就是區議會那裡 那麼現在既然區議會 變成了不是做這件事了 那麼有其他的功能組織 那樣去做呢 都非常之合適的 還有那些真的可以 再會聯繫不同的會 總之呢 大家服務依舊 正正常常的團體 依然可以做多些義工等等的事情 再跟那個聯繫的組織 你說關海隊也好 或者任何都好 再跟他們聯繫 那麼其實呢 A軍萬分相信 甚至乎可以做到 比之前的區議會做得更加好 為什麼呢 尤其是區議會呢 老實說 有些是正常的區議員的 有些呢 就真是由頭到尾 你問他的話呢 他都可能為了某些的組織 多個去為市民服務的 那麼如果這次呢 是重新定位 講到明了 這條隊呢 是為市民服務的 那麼如果是要搞政治的 那就麻煩你排第二條隊 如果你是要落地的 做了一段時候之後 獲得讚賞 可能是一些的勳章等等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家許 好市民等等 那你排在這個呢 關愛這一邊 各有各做事 有些人呢 就喜歡做政策 有些人就喜歡做落地關愛 那兩條隊都可以服務社會 又名指定 切 admirer 那更加好 這個是絶對同意的 那第三個新聞有關的就是 我們見到我們的央視訪問 我們香港特區救援隊 而且講出在土耳其地震救援細節 其實這次我們特區政府派了59個人救援隊 在當地時間2月10日抵達哈塔爾省的安塔基亞市 地震區域在11日已成功救出3名行傳者 13日中午亦在雅力裡救出1名女性行傳者 至今已成功救出4名行傳者 但有一點他們整個救援隊現在繼續深入鎮區 展開搜救工作 總台的記者在救援現場中 專訪了香港特區政府消防署消防區長郭志軍 這件事我有事聯想 我不知道A軍記不記得台灣省救援隊被人趕走了 請來救災現場 這件事很有趣 先回答給你 我們也在節目中提過 所謂的救援隊伍 其實正說就是擺拍隊伍 通常什麼時候會出現 就是人家救到人的時候 他們會馬上滾過去 你看又救到人了 就是擺拍 大家看他們帶多少物資過去就知道 鄉島和中央等了40噸物資過去 只要彎彎是多少呢?一噸 救到什麼? 沒錯 沒錯 對了 最慘的第二件事是什麼? A軍都經常說 人救援歸救援 就不要在這裡玩洗腦 有些彎彎的所謂救援隊 去到不知道是否接受到政治任務 又是那件事 服務歸服務 救援歸救援 又在這裡宣揚政治 那些彎彎的那些人在江湖傳說 就是土耳其為什麽要帶走 原來向災人士玩洗腦 經常說土耳其收了這麼多地震稅 現在不是一人兩 你看看 現在搞成這樣 沒有民主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們看 你們看 那個總統 柯爾東 教導你們什麼 你們一定要投入反對派 你們要反對派 我們 這個 赤子達哥照著的 到時你們個個好警 說這些 當然是得你走 還有A軍又要作補充 當時大家都看到很多畫面 土耳其的確有很多樓房崩了 但是原來經過統計之後 崩了那些樓 大部分都是99年前所建的 換句說話 其實往後要搞更加堅實的樓 真的好像是事實 當然無論如何都好 去到別人的場 搞別人的當然是迫你走 鄉島這些 和中央這些 真的真的做事 當然做得好的 當然要為他們鼓掌 不過鼓掌之餘 A軍又有少少條氣 鎖住 你又鎖什麼呢 你過來聽聽 冷靜就只有你把聲音 就是他們救援的衣服 我看到鄧飛校長有一篇文章 他說 U.S.A.R.錯白逢經作馬糧 他說 香港救援隊2月10日到達土耳其之後 隨即前往災區 展行搜救活動 其實鄧飛校長和我們所有香港人都知道 我們對這個人道主義的救援工作 我們是很樂意去做的 但是鄧飛校長就覺得 他和不少市民都看到這個U.S.A.R. 什麼時候我們見到美國 這個簡稱的時候 我們看到真的很錯誤 尤其是當媒體報導香港救援隊的時候 新聞相片中 竟然出現了U.S.A.R.的字樣 這些字樣就真的很奇怪 其實 翻查紀錄 這個TAMTAK的首救專隊 是成立在2009年 隸屬香港消防署的特種救援隊 在2008年成立的之前 還參加過援助四川大地震 照道理來說 在這個團隊作為簡稱名稱之前 應該是有所意識的 不應該包含U.S.A.R.的簡稱 這個是常識來的 因為 雖然說這裏的U.S.A.R.是指U.S.A.R. U.S.A.R.是指U.S.A.R. 以免引起誤會 喂 大哥 同一個名字 你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應該說絕對是需要 所以的時候 在私營部門裡面 就是這樣 政府公營部門 也都應該好像這樣 公營部門在國際之間引起誤會 就會令到大家更加尷尬 就是人家會問你 喂 你美國救援隊 哇 真好 謝謝你 難道你跟他們說 我是香港 當然要說 你說 如果將個 城市救援隊 這個名名為U.S.A.R. 香港 有人說 這個是依照國際通行的命令法 我覺得不是 譬如我們看回我們中國 我們中國 不是這樣用的 我們中國 我們中國的中文名字就是 中國國際救援隊 英文簡稱叫做CISAR 這個很清楚 中國可以這樣用 香港 是不是用H 香港也可以 HK SAR 我覺得也可以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情況 香港特別行政區都是HKSAR 是啊 那就可以 是不是一樣 大家看到 你既用回名字 既用回HKSAR 是啊 又是用回這個意思 更加好 是啊 譬如好像日本那樣 它的名字叫什麼 叫JDRT 韓國呢 韓國叫KDRT 你也可以的 你就是HKDRT 一樣 其實 無論是日本 和韓國 其實都是美國的名字 這些政治敏感度應該會做 那你不會拿USA 作為自己專業團隊的命名 難道比較帥 這個很離譜 所以鄧飛校長就說 一國兩制的藝術 是拿捏分寸 掌握火候 真厲害 鄧飛校長好東西 給你一個讚 既要保持國際特色的優良點 亦都要具備國際關係的敏感度 恒指進退 皆有截道 請從明明開始 這一點 我相信A君聽到 都是非常同意 A君 當然 所以這件事 A君看見 是向救援隊致敬的時候 都要打個格子 遮住牌照 才向他們致敬 下次就不要了 回來改名字 正所謂不怕刪壞名 最怕改壞名 那些人遠遠看到你 Ulitus 是刁不 A-hole 那怎麼搞呢 不知道怎麼搞 這件事其實都非常搞笑 我自己覺得 你無緣無故改名字 我真的覺得非常意外 改名字的完全沒有智慧 不是沒有政治智慧 是簡直沒有智慧 不好意思 我直接這樣說 因為簡直離譜 好了 我們講下一件 我們看到CY 梁正先生 他說 有議員保留外國國籍 他們應該有更高 比法律更高的要求 這件事是怎樣 他質疑 有立法會議員 保留了外國護照 有議員被傳媒問到 為什麼不肯放棄外國護照的時候 他說了一番廢話 強調他對這些不放棄外國護照 但繼續當議員的人 說任何話 都聽不下去 這件事 A君怎麼看 就是這樣的 其實那些廢話 原來是有保障的 保障他們說廢話 為什麼呢 原來《基本法》就有命運規定 就是這樣的 如果去到各級的公務員 可以持有香港特區永久護照 永久身份證 給外籍人士出任 但如果主要的官員 剛才說的是公務員 一般公務員 只要拿了永久身份證的外國人士出任 但如果主要官員又怎樣呢 例如局長 紀律部隊的首長 就不能夠擁有外國居留權 其實立法會議員 根據《基本法》 可以容許最多20%的議員 是非中國籍或者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 但是這一點 CY就作出一些挑戰 怎樣呢 CY在一個論壇裡 不點名地說一些 立法會議員 拒絕放棄外國護照 他們又說 《基本法》雖然容許這件事 但是希望可以達到更加高的要求 即是給法律提供給你 是達到更加高的要求 才對公職人員來說是合適的 也就是直斥那些 擁有老英、艱難大、護照的議員 認為他們為什麼不放棄他們的護照 也都認為他們說的那些真是迅速閉話 A軍這件事其實都是深表認同 如果是做到立法那些事情 其實真的 你沒理由是拿著外國護照 到最後拿著這件事 我都不知道你是為誰服務 本地的立法 當然要為本地服務 那你說從一開始要求更加高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這個高 是最終的高 是需要逐步逐步去改善 甚至乎其實這個立法會 這個20%的限定 也是基於當時這個基本法 一個政治現實 就是在80年代的時候 開始一直寫這個基本法 開始一直寫 的確因為很多政治原因 是令到當時鄉島 有不少的精英 都是擁有這個外國國籍 或者外國居留權 但是這些歷史原因 其實都因為一個事件 打黑暴事件 也是一個歷史原因 是需要作出改變 這件事A官認為是無可厚非 當然了 CY一提出來 我亦都希望 做到 向著一個ultimate goal去賣進 亦都是應該的 阿Sir 你又怎樣看 我看到根據基本法 現在的立法會 容許12個功能界別的議員 是擁有外國籍的 有法律界 這個我反對 OK 會計界 工程界 建設 規員界 地產及建造界 旅遊界 商界一 工業界一 金融界 金融服務界 進出後界 和保險界 金融界絕對不可以 我覺得香港重中之重 尤其是我們看到 現在證監 港交所 只是不肯修例 說不可以為了亞美 要來香港上市 而是改例 我覺得有些問題 不過我相信 財經ABC 會給大家解答 如果A軍不介意 就在好孩子 跟大家講一講 這個問題 好嗎 好 先溫了書 先溫了書 我們慢慢來 不要緊 我們 劃了很多坑 慢慢填 一步步填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要知道 作為香港人 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 你作為立法會議員 立的法律 你是為外國立 還是為自己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去立呢 這一點要好留意 如果你戀賺外國的護照 不要緊 那就不要做立法會議員 沒什麼所謂 這個更高要求 我是同意的 因為這個是叛亂反正 逐步逐步你 不過我想的報復 真的會比較快 其實那時候 梁先生也有提過相關的事情 他提出 雙重割蓄的香港人 不應該腳踏兩條算 這個很重要 在2021年 年頭的時候 他已經這麼說了 所以這一點 立法會 我覺得剛剛好 應該在這裏 作為我們社會的精英 或者香港的精英 應該想清楚 你是否有立法會議席 以及同時擁有外國的國籍 不妨立法 要求你最好需要香港的居民 以及你是效忠於哪個國家 我們都要宣誓的 是嗎 A1 對 你這樣雙重身份 到最後真的效忠於哪個國家 尤其是以前 無可口非 你今時今日 中央和有些地方 關係都日趨尖銳了 有人要咬我們 我們要硬正 那就好像很尖銳 尖銳的是對方硬正的 是我們 我們不受咬 但是如果你成為了 應該要硬正的時候 一個軟辣的 哇 那就變成了一個罩門 所以這個 開始需要堵塞 是應該的 希望哪位有外國國籍的立法會議員 真的想清楚 怎麼做呢 我希望做得好一點 還有做得快一點 這是很重要的 好了 我們要略略和大家說一下 35家 雖然我們錄的時候是第9天 播出那天是第10天 但是這時候都是歐樂軒 繼續在這裡說話 A1 很喜歡他的法工 尤其是黃碧雲 泛民呢 被人這樣玩 又鬧他 那就真的 覺得 泛民是 沒得玩的 OK 你怎麼看這件事 35家 你先說說這件事 說這件事 又天天做 你要我講 當然沒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35家裡面 就有很多人在搞搞陣 或者在搞事 他們的搞事 其實最主要目的就是 為了什麼 為了顛覆政府 大家看到 大家知道 在這麼多天 我們看到歐樂軒 他不斷在說 又說 戴耀廷是做什麼 還有趙家賢 他們兩個人 現在怎樣呢 現在就作為控方證人 鍾錦麟也是 原來我們看到一些資料顯示很過癮的 除了戴耀廷之外 就是歐樂軒、趙家賢和鍾錦麟 其實已經做了控方證人 現在好像要處死戴耀廷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 有些媒體就在說 你現在只是處死戴耀廷 其他人好像沒有處死 但其實我覺得不是 這個是剛剛開始的 雖然10天 我相信 90天 連十分之一都還未到 他說的話 應該有時間去審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我們看到很多個初選論壇的 片段 其實挺有趣的 包括黃碧雲在論壇裏面 被一眾的激進抗爭派人士 就圍攻批鬥 怎樣批鬥呢 嘩 真是厲害 因為黃碧雲在中大的暴動裏面 他就說 看到這麼多人 嘩 這麼多人在這裏 是不是open day啊 這些真是搞笑 又看到黃之鋒 許智峰 他們真是醜態百出 還有 我們之前也說過 亂講四人幫 黎智英 何俊仁 李柱銘 陳方新 他們不斷地默匯 亦都據資料顯示 民主黨又收受黎智英一千萬元的課金 其實污點證人那裏 就說了很多 有關怎樣運用 積極地運用 立法會的權力 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 然後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等等 其實整體上 這班包括梁仿惟 司馬文 羅冠聰 鄭達鴻 還有楊雪瑩 袁家衛 徐子健 其實真的 板上釘釘 想走都不能走 其實這次我們看到 真的有領事人在 也有領頭人 但是的時候 蘋果日報又真的幫忙 雖然現在已經跟我們說再見了 我們真的很開心 你看到現在有沒有這些事情出來 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啊 喂 當然只有傳媒者 只有天下 你現在沒有傳媒這樣搞搞真 你怎樣玩得下手 你想玩都不能玩 一下子就被掩飾了 所以這次整個35家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尤其是看到原來所謂的民主派 真是這麼搞笑 真是國壞鬼胎 又本土派 又激進派 跟著的時候是泛民 那些 但是 似作勇社 搞什麼呢 就是李永達 那些這樣的人 走了過去其他地方 跟著的時候 就說 沒事沒事啊 我們不搞的了 還有誰啊 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李卓人 這兩個人 李永達和李卓人 就叫雙李 那就是雙李了 雙了 雙了香港 他們又不玩 就是在那裏搞一下搞一下 作幕後的軍師 去幫忙 那這些情況呢 其實我們看到 過去的時間裏面 香港真的發生不少 而且更加重要 就是李永達走的路了 現在在英國了 就好像裝哭那樣說 其實我好不捨得香港的 我其實很想回來的 不過不是時候啊 是不是啊 A君 加了給你 其實其實阿Sir 每一天 所說都非常精彩 就是對三十五家 尤其是從這個 透視到這個 這個狗餅派 其實狗餅派 為什麼不叫做什麼民主 它不是民主啊 那一幫人 只不過是收美國的那些狗餅 然後美國就說 做了一個 label 那這幫收狗餅的是民主啊 我認同的 幫我奪取政權那幫 收了我狗餅的人 我會給那個 label 去叫做民主啊 是不是很好呢 傻仔啊 投他票啊 投他票啊 民主啊 你看看那個 label 除了那個 label之外 全部都是赤裸裸地 去為老美服務 收狗餅為老美服務 所以就叫做什麼激進派 什麼本土派 說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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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派別 就是問老美收狗餅 然後在那裡咬香港 咬中央 越咬得狠的 就越多狗餅吃咯 是啊 這樣說你們 你們實際是這樣 你們全部聽過 主旨都是這樣 為了 然後在那裡騙人 就說自己是怎樣 怎樣的樣子 民主的 label 出來 夠了 不過搞了 35加 看得很清楚 告訴全世界 狗餅是那些狗 真真正正的樣子 是電 交回給阿Sir 這個絕對同意 其實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件事情 想走得掉 很難 我們今天 其實到這裡為止 明天 節目播出的明天 星期六 記得看 我們的什麼節目 A君 一周大事回顧 還有 財經ABC 沒錯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財經ABC 希望大家支持 還有跟大家分享 有關財經界的訊息 接下來我們都會有很多這方面的節目 因為說真的 我們不要每天都說政治 有時候說世界大事 說興趣 說流浪地球2 都很開心 我們就 期望 和大家做更多精彩的節目 大家一起欣賞我們 節目的最後 請大家訂閱港理台 和戴衛sir的頻道 最近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我被人封一次又封一次又封一次 說真的很煩 但大家就要小心點 我就不知道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總之 現在的做法 我們經營困難 也都希望大家盡量看完廣告 了解我們現在的情況 跟以前完全不同 我們看到很多正常人的頻道 都受到這方面的滋擾 因為 避風 不單止是我頻道的朋友 還有 華記 屈姐 新潮民 所有的收視其實都很重要 我們需要大家的支持 現在雖然平靜了 但是 又亂及智 又智 現在正在走 但怎樣走呢 我們都需要進一步 去得到大家的援助 還有多點看我們的廣告和節目 那這樣就多謝大家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好嗎 起君 好了今天就這樣 好了 拜拜各位多謝 拜拜 拜拜